繼續來看這關於完老金春 今天是在社頭鄉社團局調開到記者會 這次宣布說要到後一回社頭鄉長選舉 包括立法院委員國 關於完丹蘇華已經在鄉親上告知來跟收聽 這完部宣布說要參加鄉長的 參選的鄉民代表小弟庭 他也選過要退出這個東來的初選 來支持老金春選鄉長 坐坐鄉親在去是來跟社頭協助 要來支持官員老金春參選社頭鄉長 每當老金春出席的家會 也包括代表民進黨參選後一次 官長的參選人委員國 也包括在位民進黨一位民意代表 另外也有社頭鄉超過一位選長 教長來支持 這樣做代表 選代表選四百 跟我同一選 五天五回來大家怎麼選 但是他真的有這個耐心 讓他也真正堅持 這樣一步一開始 代表選第四百 越選越好 當選 議員第一次去選的時候調查會 人家有議員 七千多才會調查 他那次選五千多 人家調查會 但是他真的頂小 做議員認真 你看 第二次就第二名 第三次最第一名 萬五票 第二名這八千票 那一人可以調兩位議員 同親是誰 老金春 合部有好嗎 有 有 做工作有勤快嗎 林華議員 為民國這次 老金春做過一代的鄉民代表 三個官議員 可以說是從立安政最有力 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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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參選四頭鄉長 最有力 最有力 五十萬年來 都喝四頭水 所以小弟 老金春 可以說 對我們四頭 這塊土地也好 對我們四頭才來好 工程 可以說非常非常高 希望有一天 在我們四頭名聲 所以小弟 更感人 也要來參選 這局 會選舉 所以小弟的主題 是新四頭 新四頭就是四頭 小弟 老金春也做過鄉長 就新人 新四頭 新幸福 就是未來 讓我們四頭 鄉民 每一個人 都可以過得很快樂 過得很幸福 老金春表示 雖然委員會完全換拋 到來選鄉長 是一種很困難的挑戰 不過議員會站出來 正出為鄉親 給我們機會 另外在記者會上 我們本選擇 要參選鄉長鄉長的鄉民代表 小弟庭 他也當中選擇 要提出民進黨 東來操選 專力來支持老金春選鄉長 他是要選這個 下頭鄉的鄉長 但是 我不是選優秀的人選 因為今天又選一個 更優秀 更加優秀 更加主親 更加有能力的候選人 就是我們三代官員 老金春老議員 要參選鄉長 大家支持好嗎 好 小弟庭正式選擇 提出鄉長的選議 要繼續來選擇 參選電動會議員 而且在小弟庭 選擇 提出鄉長的記者之後 民進黨在下頭 鄉長的選局 上面算是正合成功 從來對黨 全力來投入選選 這是我們小看完下頭報道